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早安 我是李氏 今天要跟你們講什麼五四三呢 我從2018開始騎車 騎到現在也差不多三年的時間了 那我想說 不敢說自己多厲害 但是呢,這三年也多多少少累積 一點點的 經驗 可以跟各位 車友分享 不管你是剛踏入 公路車世界的 小朋友初心者 還是已經騎了很久很久很久 的老鳥 都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OK,早上練完車 你看,下午 還要工作 所以啊 這就是這個 市民騎士 業餘騎士的日常 就是這樣 工作、家庭、騎車都要 稍微的堅固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剛踏入公路車的 這個新手 一定呢,玩到一個時期 開始有熱情的 開始喜歡這個東西了 一定會開始問 各路的高手或是各種前輩說 我到底要怎麼變強 有幾個因素呢,可以影響你慢慢的變強 只要掌握這幾個因素 我現在分享呢,不會分享很多技巧面 技術面 因為我也不是國手,我也不是選手 我只是一個 愛騎車的年輕人 第一步呢,你一定要先設定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多明確呢,就像有些人說 我要減肥,我好想減肥喔 結果呢,過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成效 其實關鍵是在於這個目標夠明確 對,就好比這個台灣人啊 一般車友你的實力到哪裡 就可以用武嶺的成績來做一個依據 當然不是絕對啦 但是大部分是這樣 來做依據 就會問啊你武嶺騎多少 騎多少這樣 明確目標之一 假設以武嶺為例 一般的這個 假日騎士啊 或者說 剛踏入公路車的這個初心者 大部分設定武嶺目標就是破釋 大部分啦 有些人當然野心比較大 第一次騎就要補330 因為破釋這個門檻就是 就是 一般車友跟 有在練的 的一個分水嶺 你要破釋呢 這就是你的明確目標嘛 對不對 那既然你真的 真心的 當然我前提是真心喔 你真心想要破釋 你必須要付出什麼 時間 付出時間練習 付出時間去學習 所以當你有一個明確目標出來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就會有 明確的行動力 明確的執行力 這一點很重要 不然很多車友 為什麼沒有要變強 很簡單嘛 你用目標幹嘛變強 沒有目標就整天怎樣 喝咖啡 吃蛋打 對不對 到處去吃剉邊 不是爽嗎 所以 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設定一個明確目標 不然你很難變強 每個人都一樣 一定要有明確目標 你才會為人的目標去付出 去學習 去花時間 去鑽研怎麼變強 怎麼完成的目標 你就變強了嘛 很多人呢 了解了很多 客表 很多 公路車的知識 問題你沒有目標啊 所以 了解了你會執行嗎 不會 第一點 明確目標完成了之後呢 第二點也很重要 你要找到一個師父 就是 引領你前進的那個人 就是這個人的實力比你強 之外 他又願意跟你有密切的聯絡 不管是分享 激勵你 吃雞你 數落你 槍暴你 反正你要找一個兩個這種 這種人 在你身邊 他比你強 然後呢 你有目標 所以你什麼都可以問他 他也可以跟你有很明確的聯絡 不會是那種什麼 好像半年才見一次面 這每個禮拜 練習的時候都可以見到面的這種 密切度要夠 甚至是分享他的一些 比賽經驗給你 你一定要有一兩個這種 這種車友在身邊 你變強的這個機會就會更大 因為當我們在這個變強的路上 多少會遇到挫折跟困難 或者是平靜 那這些人呢 在你的前面 就好像一個光明燈有沒有 看著他們前進的感覺 當你懷疑自己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想想 為什麼這位大大 那這位大神 他都可以 為什麼我不行 這是第二個 第二點 找到一個精神導師 第三點 這個呢 非常的重要 找到一個固定會練習的團隊 沒錯 因為公路車運動呢 他其實滿吃團隊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看過 彭玉燕演的這個破風電影 一個人能力在搶 沒有破風手 沒有集團 其實是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喔 真的非常有限喔 大家實力都差不多水準 時候 有團隊就真的差很多 不是那種什麼 一個月開團 然後開心這樣 不是這種 是每個禮拜都會 固定一個時間出現 然後固定一個強度 甚至是固定 要解個什麼任務 都是有強度的 不是騎車 是練車齁 你要固定有一團 是練車的 不見得要同車隊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一個團體 或是一個 一個地點 會固定會有人約練 約練習 只要每週 你有固定有這個團 的時候呢 你自然而然就會被 這個團體的氛圍給影響 欸有誰誰誰進步了 欸有誰誰誰我把他幹掉了 欸有誰誰誰 在這個區段要搶登山網 那個是TRAVA的登山網 要搶 所以呢 你就會在這個團體的氛圍下呢 刺激自己往上 刺激自己呢 更有企圖性 或者是有人在旁邊咬著你 看著你盯著你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不敢鬆懈跟懈怠 然後呢 你就可以做出更強的強度 有些人他可能都一直一個人練 他可能都踩訓練台 然後踩客錶 踩得很勤勞喔 可是為什麼外騎 好像就差一點 那其實因為就是 沒有習慣跟團隊 這樣互相拉強度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以上這三點 第一個明確的目標 要非常明確喔 第二個精神導使 可以密切聯絡精神導使 第三個 固定團練的 團體 團隊 這三點 只要各位你有掌握住 其實你不可能會落到哪裡去 那我也希望2021呢 想要進步的車友 可以因為 理事在面噴這個543啊 可以稍微的進步一點 那當然你沒有目標 不是壞事 也沒有不好 你可以過很舒適的生活嘛 對不對也很爽啊 不管你有目標還是沒目標 輕鬆騎開心騎 為了一個目標認真騎 認真練 騎多好 因為我們不是職業選手 我們要的其實很單純 就是 踏上公路車踏板 享受奔馳的快感 不就這樣子 我們又不是靠這個賺錢 只是說 如果你有設定目標 你可以更享受騎公路車 是因為 你在追逐目標的過程中 你會慢慢的改變 而享受這個過程 享受這個改變 那感覺是很棒的 老前輩有講過 練習不痛苦 比賽很痛苦 練習很痛苦 比賽 還幸幸幸運 很痛苦 李是臉稍微 第一集 就是這樣子囉 下一集呢 我想一下 跟各位分享 萬丈高樓有氧期 分享個有氧 如果想了解更多 有關於公路車的五四三 或者是李是我本人的五四三 這個可能沒什麼想瞭解了 請動動你的小手 按讚、訂閱、加分享 感謝 我們下次見